刚才所提到的20世纪的面貌 那么对于一个现代中国画家来讲 我觉得两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于线条 还有就是点法 那么在于线条部分来讲 我们可以归纳为第一个就是 中国毛笔线条的春法有极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线条的变化在于春法上面特别明显 换句话说不一定是中锋用笔 甚至呢侧锋偏锋它都可以有所改变 那么用渲染的或用排笔 或者用另外的组笔 各种不同的新式的工具都可以 那么比如说像刘过松 他们根本几乎都不是用到笔来作为他的一个表现 只要内含精神是符合于东方的 这个来讲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点法 传统的点法里面来讲 在戒指原画谱里面规划了很多种 也统合归纳了 比如说戒指点 胡椒点 这个米肤点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一个点法 再到了现代中国绘画来讲 这也是起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在绘画里面它春法的这个结构它可能改变了 点法也更是改变 因为春跟点呢它是相辅相成的 如影随形的 那么光有春没有点也不行 像张光明先生他可以用报纸啦或者是其他的工具啦 作为一个新的一种表现方式 这个也是20世纪里面对于中国画里面来讲新的一种反应跟刺激 所以在传统的中国画里面的人文精神 它仍然保有中国的元素的特质 就是心灵神会那种万物万象的那种境界 属于东方的一种精神 那么至于用什么工具 那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我认为呢在现代中国画里面来讲 对于传统的笔墨 他必须做一个深刻的反省 那么这种反省的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 那么至于他要用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完全看画家他的文化背景 跟他的一个地域观念所描绘的东西 然后呈现出来 所以在用毛笔做任何的工具的尝试 那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20世纪的绘画来讲 它是比过去古代更多样性 更丰富性